新婚在即,准老公却背着我,轰动全程和她白月光提前办了婚礼,我不哭不闹做了流产手术离开,多年后再见到她时,我却傻眼了。 婚礼前夕,身为历史学教授的未婚夫顾北年,却和她那身患癌症的白月光在古寨举办了忠实婚礼。 她搂着软静静在星空下笑得温柔,按照古人的说法,先过门为正妻。 就算我已经和孟夏领过正了,她也只是个贱妾。 在众人的祝福声里,他们喝下浇杯酒,入了洞房。 而我目睹这一切不哭不闹,默默预约了流产手术。 从十五岁到三十岁,我苦苦爱了顾北年十五年。 可她心里还是只有我寄媚软静静的位置。 既然如此,我放手了。 后来,我加入与世隔绝的南极地质勘探研究队。 只留给顾北年一封离婚协议和一份离婚礼物。 可不知为何,一向对我不屑一顾的顾北年却一夜白头。 我就这样淋着雨,站在离古寨五十米远的台阶上。 静静望着我的未婚夫顾北年,看着她将一枚童心结玉佩嘴对嘴喂给了娇俏动人、身穿红色嫁衣的阮静静。 阮静静羞红了脸接过玉佩,只是还没等她将玉佩拿下,顾北年便迫不及待将她狠狠揉进怀里。 二人在周围好友们的启哄声里,热情拥吻。 吻了将近十分钟,直到最后软静静腿软得几乎站不住了。 顾北年才喘息着停下。 秋风拂过,扬起古寨的沙莲。 我这才看清,昏黄灯光下,原来我的家人朋友们都在。 而我曾拿命护过的亲弟弟孟怀,此刻也成了这场婚礼的司翼。 她穿着中式常衫,满心满眼都是她的季节阮静静。 浑然忘了,当初我们两姐弟,差点被阮静静还有她妈害死在借王尹学校。 祝姐姐姐夫永结童心,百年好合。 孟怀扬声祝福。 随着她话音刚落,一旁的村民点燃早已准备好的漫天烟花。 璀璨烟火下,顾北年将阮静静公主抱起。 见此情景,孟怀激动的情绪点燃到极致。 她生死力竭道,礼成,送入洞房,绝望到窒息的孤独将眼前的喧嚣隔绝成真空。 我抬手拨通孟怀的电话。 原本在我跟前发誓会永远站在我这边的亲弟弟。 只随意看了一眼,便抬手将电话挂断。 我没有停顿,继续拨通顾北年的电话。 在看清是我的瞬间,她脸色瞬间变冷。 她本想挂断,却在软静静说了什么以后不耐烦地摁下接通。 我轻声问:"你在哪里?"随后在众人面前,她吃笑一声,嘲讽我,又来查岗。 都已经怀孕了,还不安分。 梦下,你就这么缺爱吗?你是不是离了男人,就不能活?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这次和静静来古寨,是为了我们文物馆新发现的古墓。 也就是像你这样心思肮脏龌龊的恶心女人,会永远把工作重点和男女之情扯在一起,难听的话像潮水般将我淹没。 可心底最后一丝眷恋让我不得不哽咽着开口,可是北年,今天是我的生日,你曾经答应过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陪我过生日。 所以,哪怕你出差的地点离我有一千公里,我还是选择换乘十多趟交通工具,徒步五公里,强忍着穿过山林的害怕来找你。 直到我被村民告知,这里根本没有古墓,只有一个姓顾的教授。 从半年前起,就在策划一起和自己爱人在古寨举办的中式婚礼。 顾北年似乎才想起来这回事,电话那头陷入短暂沉默。 他还想说什么,电话却被孟怀一把夺走。 孟下,你能别犯贱了吗?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爱搞辞敬?我劝你别做妖了。耽误了北年哥他们的工作进度,你能担得起责任吗?别总做蠢货让别人给你收拾烂摊子行不行?说完他挂断电话,软静静靠在顾北年怀里,笑容娇软地摸了摸孟怀的头,柔声哄着。 好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孟下是什么样的人。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乖,开心点。一句话,将孟怀哄好。一群人热热闹闹地朝着婚房的方向走去。热闹散尽,估计黑夜下只留我一个人。像无人在意的小丑。我打开手机预约了流产手术,然后转身离开。 捂了十五年,也捂不热的心。我再也不要了。回到市区已是深夜。随便订了个酒店洗漱完后,我在浑浑噩噩中入睡。凌晨却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电视台领导语气焦急又兴奋。 小夏,听说你所处的那片古寨昨天发生了五点三级地震,你赶紧去抢素材。他说完不等我回应,直接挂断。 我只觉得嘲讽,早知这样,这趟真不该来。任命搬起床,打开手机,却刷到了阮静静新发的朋友圈。 只有一张图。图里阮静静稍小稍白的手被顾北年骨节分明的大手裹着。 两人的无名纸上带着情侣对戒,望着顾北年手背上的那道浅色刀疤。我死记的心还是难以遏制地痛了。 那时十八岁的顾北年为了护着被亲爸家暴的我,被碎啤酒瓶刺穿的伤口。也是我一直信以为真的,他在意我的证据。原来,一切不过是我自作多情罢了。 心底最后一丝眷恋,彻底死去。我打开电脑,快速整理完采访素材后,又让律师好友拟定了一份离婚协议。 再次回到股债,已是一片狼藉。我收起私人情绪,怀着沉痛又怜悯的心情,为现场受损的群众联系救援。不知为何,这次的地震导致的后果格外严重。 望着那心修寨子附近为了凿山堆砌的雷管,我心底浮现起某种不好的猜测。可下一秒,我却被人从身后狠狠踹了一脚。我猝不及防,整个人扑倒在地震导致破碎地面的沙粒上。 手和脸被瞬间掀开数块嫩肉。 孟怀的声音在背后响起,语气暴力,梦夏,你是块狗皮膏要吗?为了抓奸,竟然追到了这儿。 你是不是有病啊?不知从何时起,孟怀似乎忘了我们亲妈被阮静静他妈逼死时的惨状。 如今的他早已成了软静静的舔狗。这样的弟弟,我不要了。我沉默着站起身,随手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面无表情地走到他面前,狠狠甩了他一耳光。孟怀被打得偏过头,震惊地看着我,他没想到我这次居然会还手。 还不等他有反应,我就满脸厌恶地盯着他说道:"别自作多情了,既然你这么喜欢软静静,那你就老老实实当他的狗去吧。这一巴掌是还给你的,以后我们再无瓜葛。 无视他愤怒的眼神,转身继续采访。 不远处,顾北年也搂着面色惨白的软静静靠近。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心虚,开口朝我解释:"吓吓,昨晚忘了和你说生日快乐。等我忙完这里的挖掘工作,就回去给你补过生日。 我眼神平静地从他和软静静食指相扣的手心上挪开,淡定摇头,不用了。 我平静地反应让在场三人一愣。跟上来的孟怀更是吃笑一声。 孟夏,你又在装什么呢?别演戏了。都舔北年哥舔到怀孕了,还打算用欲擒故纵这套。可笑。 我告诉你,就算你怀孕了,也还是连给静静姐跪下提携都不配。她还是一样,认不清自己的现状。见我表情依然冷淡。 顾北年也恼了,她脸眉沉声指责我。梦夏,你跟踪扰乱我的正常工作就算了,现在还在这里耍小兴子。我的忍耐是有限的,静静地并需要静养。你的出现只会影响。 影响她的心情。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家。她说着,抓住我的手要把我强行带离现场。却没想到下一秒,余震开始。而顾北年和孟怀二人几乎是同一时间扑向站在空地上的软静静。顾北年更是下意识将我推倒在地。可她分明也看见了,我身后有一根倒下的水泥电线杆。 电线杆狠狠砸向我的左腿。我在剧痛中彻底失去意识。等再次醒来,我已经躺在了医院里。左腿打了石膏。 定床边空无一人。护士见我醒来,上前给我拔针。她语气担忧。幸好伤的是腿。不然你的孩子就保不住了。 我平静地望着天花板,声音很轻,孩子不用保,麻烦您帮我预约一下流产手术吧。等被护士用轮椅推出病房,我才知道,送我来医院的是村长。 而顾北年只给我发了一句,静静被你受伤的腿吓到晕倒,我带她回京市治疗了。便和孟怀一起连夜申请了救援用的直升机,护送阮静静回了京市。至于我受伤?她毫不在意。心底密密麻麻的绝望只剩下顿痛,却还是让我呼吸都疼。流产手术定在三小时后。 趁这个间隙,我和律师好友敲定好了离婚协议。退出聊天记录,却看见家族群里,我爸、孟怀、顾北辰轮番给阮静静发红包。望着窗外仓皇掠过的飞鸟,我唇边勾起自嘲。原来他们都记得阮静静的生日啊。我爸转账五万二,留言,静静宝贝生日快乐。 孟怀转账十万,留言,我最亲爱的姐姐永远快乐。顾北年直接发了张银行转账五十二万的截图,留言,无论未来如何,我只永远爱软静静一人。 我沉默地欣赏着这温馨的一幕,然后直接退出群聊。退出群聊下一秒,顾北年打来电话,开口便是讥讽。梦下你又在发什么疯? 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对静静好事吗?高中时你污蔑她和她妈害死你妈,可结果呢?真相,梦叔叔早就跟我说了,是你妈本身就有精神病,自杀的。 后来你又说,阮阿姨骗你和孟怀进什么界网瘾学校。 呵,她丝毫不掩盖语气里的鄙夷与厌恶,我也早就让人调查过,那所学校根本不存在。 孟怀说是你把她骗到一所废弃学校,然后害得她磕到头失忆。 最后还是静静照顾了她一个月,就像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口,顾北年疯狂骂我,我其实根本就不想娶你,要不是静静善良,担心你想不开,我那晚根本不会进酒店喝下那杯被你加了料的酒。 我全程沉默地听着,一道机械女声却猝不及防打断顾北年,请零三七号患者梦下来人流手术室门口。 顾北年猝然沉默,她呼吸猛然急促起来,你要流产。 不知为何,我竟然从她话里听出了一丝不可置信。 我刚要开口,却听见电话那头软静静轻笑。 北年你真笨,下下那么在意你和你的孩子,怎么可能舍得流产呢? 文言顾北年语气瞬间变冷,说的也是,梦下,你真的让我失望透顶。 没想到都是一个罢生的,你竟然会恶毒到这种地步。 为了嫁给我不择手段,现在又想拿孩子威胁我。 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你在做妖,那咱们就离婚吧。 她说完,得意地等着我哭喊道歉求饶。 却没想到,我沉静数秒,然后如是重负般轻叹一声。 好,那就后天民政局见哪。挂断电话,我转身走进人流室。 直到我做完手术回到京市,顾北年都没再打来电话。 他似乎以为我只是在赌气。 接连发了好几条朋友圈,分别是带着软静静式婚纱,拍婚纱照,甚至选三金。 我全当无事,然后回到电视台,申请了前往拍摄南极纪录片的地质勘探研究队。 顺便将那天送我到医院时,村长偷偷塞在我包里的资料上报给了新闻频道。 在看清那天地震真相后,我心底对顾北年的最后一丝爱慕消失,只剩下厌恶。 做完这一切,我回到自己毕业后住的小公寓,将这十五年来,顾北辰送我的廉价礼物全都打包整理好。 连带装着我这些年调查到的借网瘾学校内幕的优盘,和离婚协议一起,寄往了婚礼现场。 孟怀当初被送境界网瘾时年纪小,因为被折磨患上了创伤后遗症,忘记了全部事情。 这些年,我为了不刺激他,一直不敢再多说。 现在想来,其实根本不重要。 登机前,我拉黑了顾北年和孟怀的全部联系方式,并拔出手机卡折断扔进垃圾桶。 自此,我与前尘再无瓜葛。 婚礼现场,顾北年没来由的有些心计,可能是静静病的原因。 肺癌晚期,每每想到如仙女一般纯洁的女孩,未来会凋零,顾北年只觉得窒息。 他不止一次想过,为什么得这个病的不是梦想? 他那么恶毒,死了也不可惜。 孟怀也不止一次提过,静静姐那么好的女孩,死的是孟下那个剑种就好了。 想到这里,顾北年心里对孟下的怨气更深。 婚礼马上要开始了,孟下还不到场,真是仗着怀孕,无法无天。 想到这儿,她拨通许久没打的号码,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 孟怀见状也拨通孟下的号码,发现自己也被拉黑了。 这个疯女人,孟怀骂骂咧咧开始联系其他认识孟下的人。 顾北年也沉声咒骂,要不是为了圆静静的梦想,我才不会和孟下这样的女人结婚。 我愿意娶她已经是突破底线了,她还敢逃婚。 等我找到她,看我不,请问哪位是顾北年先生和孟怀先生。 快递员的询问打断了他们,这是孟下女士寄给你们的快递,请签收。签完名字,顾北年随手拆开快递,最上面是一封离婚协议。 她吃笑一声,没当回事,随手扔到地上,却在下一秒看清底下的流产手术单时愣住了。 不,这不可能,顾北年惊议不定,像是为了安慰自己,她强迫自己打开里面的一个小木盒子。 可就在打开后,她脸上的神情彻底僵住。 一具小小的蜷缩着的孩童尸骨,就静静地躺在盒子里。 砰,顾北年瞳孔皱缩,尸首将箱子打翻。 孟怀也变了脸色,但相比于顾北年的尸神,她更多是愤怒,这该死的孟下,好好的日子非要作妖。 贱人,对了两位先生,孟下女士特意叮嘱过,箱子里的幽盘能告诉你们关于过去的真相。 快递员表情平静,说完这话她转身离开。 顾北年还是有些失魂落魄,想没听清快递员在说什么。 倒是孟怀嗤笑一声,随后将箱子扔在一旁的保洁车上。 装神弄鬼,孟下又想耍什么把戏。 她拉过还在走神的顾北年,朝她几眉弄眼,姐夫,既然梦下不来,那今天干脆你就和静静姐结婚算了。 反正你爱的是她,婚纱和婚戒也是按照她的尺寸设计的。 一句静静换回了顾北年的理智。 她强颜欢笑点点头,眼神从那个快递箱上收回,跟着孟怀来到阮静静休息的酒店房间。 来之前,孟怀还特意让顾北年买了一束花,没和任何人说,打算给阮静静一个惊喜。 可两人刚走到房间门口,就听见一声打火击响。 房间门留了个缝隙,顾北年印象里,娇软无辜且得了肺癌的阮静静,正抽着烟。 而她面前的沙发上,孟妇阮母表情得意极了。 尤其是阮母,正在数着顾北年给的聘礼钱。 还是咱们的静静宝贝聪明,假装自己得了肺癌,把顾北年那蠢男人骗得团团转。 哈哈哈哈,她一个教授,连诊断书真假都分辨不出来。 软母语气尖酸刻薄,她说着和孟妇对视一眼,撇嘴吃笑,顾北年也是贱,放着喜欢她十五年的梦夏不要,偏偏要年在我女儿身后不放。 嘖嘖,还得是我女儿魅力大,孟妇更是品了口红酒,傲慢点评,下压头命薄,和她亲妈一样,是个想不了福的贱骨头。 当初要是她妈乖乖听话,把遗产交出来,也不至于被折磨地跳楼。 我们也不用一直演戏哄着孟怀那蠢货。 阮静静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语气厌恶至极,梦夏那个贱人怎么还没来? 她要是敢逃婚,看我不弄死她。 还有她肚子里那个野种,要不是我不能生,她有什么资格嫁给顾北年。 等她们结了婚,你们想个机会,再把她送进那个借王尹学校里弄死。 这回改个名,就叫女德学校。 我再在顾北年面前哭一哭,说梦夏欺负我,她肯定就信了。 以后我们就用梦夏生的那个孩子把梦夏他妈留得遗产领了。 他们三个大声密谋完,笑作一团。 丝毫没有注意门后两个人的脸色已经黑如锅底。 轰隆,门被大力踹烂。 顾北年气的脸色发青,浑身颤抖。 她面沉如墨,冷喝道,你们一直在骗我们。 孟怀也收起来在他们面前一贯的温和有礼。 至于恨意,我妈原来真是你们害死的。 阮静静一家人吓傻了。 尤其是阮静静手忙脚乱地灭了烟,挤出两滴泪向顾北年示弱。 北年,你听错了。 刚才这段话是梦夏威胁我们说的。 她说我们要是不这样说,她就把孩子打了。 贱人,你还有脸提梦夏。 顾北年气疯了,一脚踹翻还在给梦夏泼脏水的阮静静。 她气得浑身发抖,过往十几年来的种种场景,犹如走马灯般,在她眼前重现。 夏夏,她的夏夏,原来一直都是无辜的。 十五年了,阮静静这个贱人到底往她的夏夏身上泼了多少脏水。 而自己又因此伤害了夏夏多少次次。 顾北年不敢想,一想到可能的答案,她就几乎肝肠寸断。 阮静静吓傻了。 手忙脚乱往外爬,又被顾北年扯住头发往回拖。 既然你想得肺癌,那就尝尝应有的痛苦吧。 顾北年凝笑着将手边的红酒瓶砸向阮静静的头,锋利的酒瓶碎片将阮静静交好的面容划烂。 她捧着脸,痛哭尖叫。 一旁的阮母气疯了,疯狂叫嚣。 我要报警抓你们。 你们这群杀人犯。 我们静静一直都是无辜的,害孟夏一直都是你们两个。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顾北年文言浑身一颤,随后苦笑点头。 是啊,欺负孟夏的一直是我们两个畜生。 可就算这样,她眼底猛地浮现很利,我们也要把你们拖下地狱。 孟怀此时也气喘吁吁抱着原本被扔掉的纸箱赶回来。 面对阮母和孟妇还嘴硬说自己无辜的场景。 孟怀自嘲着举起幽盘,痛苦地开口。 我都想起来了,原来姐姐自始至终都在保护我。 在看清幽盘上的学校名字后,阮静静一家人骇然失色。 半年后,我站在南极冰原上,跟随摄影师安静记录着地企鹅的迁徙路径。 等做完当日的工作,回到基地。 我却收到了领导的跨扬视频。 小夏、南极的项目快要结束了。 什么时候回? 我摘下挡风雪的防护镜。 文言清笑。 明天。 我妈忌日快到了。 下个月。 到底需要回去看看? 好。 你之前向上级举报的那起在古寨私自开凿山体的案子引起很大的反响。 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起来了。 判了三年。 哎! 我记得他有点眼熟、教顾、背年。 好像和你当时未婚夫一个姓,还是个历史学教授呢? 干出这种事儿,我摇摇头,语气平淡,不认识这个人。 和领导寒暄几句后,我挂断电话。 收拾好行李,和伙伴们寒暄后,我登上了回国的邮轮。 历经一个月的海上航行后,我回到京市。 在南极的这半年,我早已放下过去。 以后的人生,我梦下只为自己而活。 在电视台附近租了个房子。 次日回电视台,和同事交接完工作。 我买了树花去牧园。 却在妈妈的墓碑前,看见了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墓碑。 墓碑前早已摆满了鲜花和我妈生前爱吃的甜点。 望着墓碑上贴着的我,孟怀,还有妈妈生前的亲子照。 我垂下眸子,眼神平静。 放下花转身,却看见孟怀站在我身后。 半年不见,她瘦了很多,原本意气风发的模样也像是被摧毁。 只剩下一副苍老的皮囊。 她不敢和我对视,表情畏畏缩缩地带着讨好。 姐,你回来了。 她声音嘶哑,带着讨好和藏不住的愧疚。 她揉了揉自己洗的泛白的短袖衣角,挤出一个笑。 咱妈生前住的房子已经空出来了。 北年哥她,她在进去以前,把那三个贱人都赶走了。 咱妈的遗产也没有被吞,现在还在你名下。 她越说越激动,忍不住笑着抬头,却在看见我依旧冷淡的表情后,疏然落下泪。 姐,我只有你了,我知道错了。 过去是我畜生,你都不知道,你消失的这半年,我都快急疯了。 她捂着脸嚎啕大哭,泪水从下巴滴落,沾是衣领,求你了,你别不要我。 将近一米九的大男人,却哭着跪倒在我面前,抱着我的腿,求我原谅他。 我无奈叹了口气,轻轻推开他,可是当初我也只是一个人。 你们还不是恨我恨到极致,恨不得我当场去死。 孟怀,我是人,我的心是肉做的。 你们心自问,过去你为了软静静对我做出的那些伤害,配得到我的原谅吗? 只一句话,便让她白了脸色。 她浑身颤抖着贪软在地,凹陷下去的双眼里只有绝望和悔恨, 她神经质般开始撕扯自己干燥起皮的嘴唇,直到鲜血淋漓也不停。 我懒得和她再纠缠下去,却听见身后,她执着地语调传来:"没关系的姐,你是我唯一的家人了。 你可以不原谅我,我会一直守护着你,哪怕去死也愿意。 她语气凿凿,如图以前她答应守护软静静时的语气一样。 可我不在意了,回到租房,随意收拾完。 第二天就又出门参加闺蜜的婚礼。 闺蜜是我从高中时起的好朋友。 当初全班都被阮静静洗脑孤立我,只有她和我玩。 回国这两天,我也从各个人嘴里听说了阮静静还有她妈、我爸的下场。 我爸当初娶我妈这个大小街,本身就是想吃绝糊。 在我外公外婆去世后,她就开始各种打压折磨我妈。 在孟怀五岁的时候,我妈已经被折磨得患上了严重抑郁症。 阮母就是这个时候带着阮静静、堂而皇之出现的。 那天后,我爸就再也没回过家。逢年过节,我们母子三人永远只会等来我爸的冷漠和阮母的冷嘲热讽。 在为了我和孟怀坚持了五年后,我妈在我十七岁生日那天,被阮母刺激地跳了楼。 因为我爸声称阮静静生了病,需要我的骨髓。我妈被逼到没有退路,直接将全部财产转到了我名下,并对我爸说只要我死了,那么他们将一分钱都得不到。 我爸气急败坏。 次日就把我和孟怀送进了戒王尹学校。要不是我拼命逃出来,还以证据威胁他报警。 我爸这时候才知道收敛一点。后来,他发现自己没有了生育能力。只剩下孟怀一个儿子。 他这才没再把主意打在孟怀身上。可他并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料子。 十几年时间里,亏了不少。所以他满心满眼都是我妈留给我的遗产。他们不能害死我。可只要我和爱着阮静静的男人结婚,还剩下遗产继承人了。那么这笔钱,自然也是他们的了。阮静静也并不是个好东西。这些年为了能调妇二代,被他们送出国。可是被玩烂了,失去了生育能力。 只能用肺癌做掩饰,骗顾北年先和我领证生孩子。可他们没想到,顾北年竟然会阴差阳错知道真相。闺蜜告诉我。半年前,我在婚礼上消失。顾北年就疯了。 她得知真相后,将阮静静打到重伤昏迷,脸被划烂。而阮母和我爸还想叫嚣着让她坐牢。 结果顾北年直接将这些年,我把公司的各种假账和行贿的事情捅出来了。而且修建古寨向阮静静求婚这件事。也是我爸提出的。他和当地的奸商勾结,想趁机私自挖矿。 这事一出,我爸直接吓傻了。连夜逃跑,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原本在我妈面前得意洋洋自己才是真爱的阮母。一觉醒来,发现家里的别墅都被搬空了。当时就慌了神,又气又恼。可她这些年就是被我爸养着的金丝雀 一点工作能力都没有。软静静的医药费又需要十来万。没有办法。她只能去求年轻时候的老乡好们。可她年轻时仗着貌美,插足了不少已婚男。如今一落魄,还没等她开口求帮忙。反而等来了铺天盖地的折磨和羞辱。最后不仅钱没借到,反而差点被人贩子拐走。 没有办法。她只能逼顾北年赔钱。可顾北年已经铁了心要拉她全家下水。在初始当天,就把名下全部财产全部无条件赠予在我名下了。被警方抓到时,顾北年是穷光蛋一个,走投无路的阮母疯了。她本身也没有多爱自己的女儿,直接不治了。拉着浑身是伤得软静静, 回了家。醒来发现自己毁容的阮静静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骂阮母自私恶心,结果母女争执期间。阮母被阮静静从十三楼阳台失手推了下去。直接摔死了。阮静静自那以后就疯了。连衣服都不穿,整天在小区里晃荡捡垃圾吃。最后还是小区物业看不下去了。 给她披了件衣服,和民警一起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而我那个便宜霸,以为自己逃走就万事大吉了。可她不知道,她勾搭的那个奸商以前蹲过橘子。出事以后,就逼我爸还钱。结果被我爸拉黑。奸商哪能忍得下这口气。直接找私家侦探查到了我爸躲藏的地址。找了十来个壮汉, 把我爸抓起来,卖去了公海。用零零散散的器官钱,拿回了我爸欠他的赔偿。只是这钱还没午热,就被早就盯上他的警察们给一锅端带走抓起来了。而一直给警方提供线索的顾北年。最终被判刑三年。说完这一切,我闺蜜叹了口气,语重心肠道。所以说,人不能干坏事。 这不,报应就来了呀。我笑着尝了口慕斯,傅贺道,确实。他看我这么淡定,又八卦道,你不知道,顾北年那天找你找疯了,问了认识你的所有人。在知道你去了南极后,他一夜白头。嘖嘖,渣男怎么都这样,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离开了才追悔莫及。我点头,冷笑道, 可能就是贱吧。不过以后不用在我面前提他了,贤惠气。顾北年是我妈的学生。她家家境不好,但是成绩很好,而且在书法方面非常有天赋。我妈是书法大师的亲传弟子,在一次书法比赛里,看中了顾北年的天赋,就收了她做徒弟,还负责资助她一直念到高中。 顾北年那时候,是学校学霸兼校草。我暗恋她,她照顾我。 阮静静和她妈插足我妈婚姻的事,顾北年知道。 刚开始,她特别讨厌阮静静,会为我打抱不平。 也会在我被欺负时,站出来,指责软静静。可是,这样的偏爱,在他们两个一起参加了一次夏丽营后,彻底改变。原本我也要去的。只是出发前,我莫名过敏了高烧到40度。只能住院。夏丽营一个月后结束。我高高兴兴地去机场接顾北年, 却发现她看向我和我妈的眼神里,只剩下厌恶和鄙夷。在软静静得意洋洋望过来的神情里,顾北年将身上的外套裹在她身上。语气关切。静静。照顾好自己。不用害怕。一切有我在。 我满心满眼的期待,就此破碎。绿灯亮起。后面的车辆响起刺耳鸣笛,将我从回忆里拽毁。将心底对顾北年的最后一点情绪抹去。我开车向前。前方阳光明媚,正如我未来的人生。三年后,我以金奖获奖者的身份,参加了全球纪录片大赛。比赛结束。 我又为前来祝贺的粉丝们一一签了名。这三年,我继续致力于慈善事业和纪录片工作。我几乎和同事们一起环游了整个世界,将大量的宾威物种都记录了下来。忙完工作,已经是深夜。回到市中心的别墅,我困得几乎要睁不开眼。却在发现家门口的院子前站了一个男人时, 猛地握紧了手里的防狼电击棒。这些年在海外的惊险经历,让我下意识提防任何一名陌生人。却没想到,路灯煞时亮起。那人听见动作转过身。我这次看清,原来是已经出狱的顾北年。她留着寸头。俊美的脸上少了一只眼睛。 脸颊凹陷,眉骨破裂,似乎曾经受过伤。连她的左腿也瘸了,站起来有些歪斜。她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现在和我不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吓吓,她轻唤一声,嗓音沙哑低沉,又带着无限愧疚。 我没说话,平静地看着她。顾北年似乎也预料到了我的反应。她咽了咽口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坠子。是一个小猪。如果我的孩子能生下来,就属猪。顾北年粗厉地指父妈撒着金坠子。她自嘲一笑。我知道我不配送这个礼物,但是宝宝,我是喜欢宝宝的。我是个畜生。 这辈子欠你的都还不清。我进去前,给宝宝买了块木地。这个,是我出狱后,在工地搬砖挣的,是干净的钱买的。 吓吓,我不求你原谅我,只求你这辈子照顾好自己。她说着,突然猛地咳嗽了两声,在抬头时,嘴角渗出血。 她不在意地抬手抹掉,声音很轻,真的是报应啊。医生说我只有三个月活头了,肺癌晚期。 她说完,将金坠子轻轻放在了院子的信箱里。然后妈撒着双手,近乎祈求地望着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等我,等我死了。你把我和宝宝的骨灰葬在一起好不好。 过去她对我的伤害实在太深,我还是没法心平气和地和她和解。 她似乎也看出来了。双眼战红,悔恨得泪涌出。她不再说话。高大的身子瞬间勾搂下去。像一尾老旧破损的偏舟。她蹒跚着步子,转身离开。黄昏路灯下,她瘦高的身影被越拉越长。 直到消失在街角。我拎着包转身离开。而那个金坠子被我随手扔进了垃圾桶。我的宝宝随我。不稀罕迟来的爱。三个月后,我又忙完了一个大项目。和伙伴们庆祝见戏。接到了殡仪馆打来的电话。他们问我方不方便拿骨灰。我望着窗外平淡蔚蓝的湖面,倾笑拒绝。 你们就直接倒进下水道吧。随后直接挂断电话。人生中的最后一污点被抹除。轻松快意。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祝你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订阅、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